李渔潭红面鸭灯光水舞秀今年迈入第十年 这次除了在湖面上有两只巨型红面鸭及互动式脚踏喷水装置之外 在节目当中更以电影捍卫战士主题曲带来刺激震撼的水舞光影秀 也结合了无人机表演 搭配盛大烟火秀让现场惊喜不断 场面非常热闹 傍晚六点不到李渔潭边已经涌入满满人潮 888分的红面鸭毫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全被领光 李渔潭红面鸭灯光水舞秀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 这次除了在湖面上有两只巨型红面鸭及互动式脚踏喷水装置之外 节目中更以电影捍卫战士主题曲带来刺激震撼的水舞光影秀 并搭配六组礼战为主题的水上剧场主秀表演 欢乐迎接红面鸭十周年感受花莲独有的夏业美丽 白天在鲤鱼潭我们可以采采水上的我们的天鹅火团 更可以玩玩SUP可以挑战独木舟 而在我们七星潭也有美丽的我们的草原音乐会 还有赏星星空的音乐会 在我们的非常多的美景里面 中花莲更有我们的鼓王争霸战 所以花莲周周精彩周周都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开幕限定的300台无人机在空中排列显示代表花莲的意象 搭配着民众最期待的烟火秀点缀夜晚的鲤鱼潭三景 这次除了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经典电影主题曲 带来水舞光影秀 平日和周末也都将演出代表原住民文化的水上剧场主秀 更将在每周三五六日与七夕情人节释放星空烟火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绝对不能错过 记者徐立琴收风向报导